曲名字幕 Randy Kim 我要睡覺 台灣的需要照顧的人 85%以上都住在家裡 所以在他们的后面都有一个看不见的家庭照顾者 今天我们大家一起站出来 就代表这一群被大家认为理所当然 一定是有家人在照顾的这一些人 我们站出来 我们站出来是要跟社会大众讲 我们是一群看不见的家庭照顾者 今天我们希望政府国家还有社会看到我们的辛劳 长期以来政府的这个长照的政策长照的经费 它大部分是配置在失能者的这个服务 而很少看到照顾者需要本身需要什么样的服务 我们今天看到传系服务 政府只一年只给14到21天 我们平常这些全职的这些工作者 我们一天工作八九个小时 然后我们可以有周休二日 可是这些照顾者 他们平均一天要照顾14个小时 可是他们能够得到多好的传系服务 他们能够有周休一日吗 家庭照顾者其实是一个潜在需要被照顾的对象 所以我们在屏幕上面就没有看到家庭照顾者是一个需要被照顾的对象 最终造成一个状态是我们必须要跟他家庭照顾者 当不下来 对象也成为一个病人之后的政策才会愿意进去 那我们觉得这个东西对于他们的强证 尤其是他那么强调家庭照顾自立的热手 这些人愿意照顾 而且他也照顾得很好 我们为什么不去支持他 这样他可以得到一些喘息跟休息 所以他可以照顾得更久 甚至于照顾得更久 我要每周放假一天 我要每周放假一天 很多老年同事伴侣 那他们相继老了病了之后 他们不知道 他们可以用全力周美留来照顾他们 那谁有这个 台湾一直到现在 那是当我们老年要照顾我的那个人 那是在一个被社会侵蚀的状况 那所以我们希望就算是 把现在目前还在继续修法 或者当中可以考虑到统治的这一块 我们希望说政府有一些相关的配套 比如说居家照顾服务员 在有 就是有这种一日传习服务之后 一定要替代新资的 居家里的照顾之外 这些家里的居家服务员 他们是不是已经有足够的 值得去服务任何一种疾病 他们可能自己本身对于艾滋这件事情 或者任何传染性疾病的一些 所谓标准防护措施 他们这样的教育训练 应该同时配掉在整个制度里面 不然的话 其实他们可能会怀疑说 我今天照顾的这个人 他会不会是有传染性疾病的人 那他们可能因为每一个人都自保 他希望安全的提供服务 他也觉得自己的权益需要被绑炸 他很想要把长辈照顾好 他很认真在照顾 他很有耐心的照顾 可是我们家属会有生病的时候 会有累的时候 会有需要休息的时候 会有需要去找一种很好的生活 可是这些都没办法的时候 我们的就很不坏 就会累 那我觉得很心疼 越像是我们的越快感情 那今天这个看见家庭照顾 他们的需求 他们说要睡觉 这其实是最基本的人选 那国家在整个国家报告的 在这个撰写的过程当中 完全没有去照顾到这一块 那基本上在我们政策里面 都或说完全没有考虑到 就是一个特殊的局限 就是照顾者的需求 或是若是股市 或是增长的需求 在政策设想里面 完全没有考虑到他们 这就是一件事的 这也就是违反公约 所以基于这样的理由 我们希望未来在整个 落实政策面 在推长照服务法也好 或是在各个就是 一些支持服务系统 还有托育系统也是一样 政府应该要关注到 实际照顾者的需求 而且应该要以照顾者 为主体的一个考量 而不应该是已经设想去 被照顾者他们的需求 其实照顾者他们需要 非常多的支持跟服务进去 然后被照顾者也才能够 能够得到晚上的一个照顾 我要每周放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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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要分假 各位 马上一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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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现场的照顾者 可以让我们 到我们的记者媒体 知道我们是 跟前途 需要好好的睡觉 每个人都可以躺下去 我们一起在228公園的音乐台 让所有媒体记者和朋友们 当我们的眼睛 让我们的耳朵 让我们需要的这个需求 能够让全国的民众 都知道照顾者的需要 不要小猫眼 不要小猫眼 我要每周放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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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每周放假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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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要把我来